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玩具开箱时间 悦悦哥哥给大家带来了 小猪佩奇的玩具 它的主题呢是动物园的一天 小朋友们看 这一个就是我们里边的 小猪佩奇的动物园玩具组 跟我们可能刚才说的时候 这个动物园说出去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说到动物园好像里面会有 好多好多不同的动物啊 狮子老虎啊什么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看小猪佩奇的动画片 其实就像在看 就像在参观一个动物园一样啊 因为小猪佩奇是只猪 然后里面的小猫Candy是猫猫 然后还有狗 有各种各样的小兔子啊什么的 是不是跟动物园其实挺像的 我们动物园的园长 这一只狮子先生是一个大大的熊狮 然后这个套装很厉害的哦 里面大家在参观的是一个 企鹅岛 我之前去那个动物园也参观了企鹅 然后这个里面呢 有三只可爱的小企鹅 我把它拿起来 让小朋友们也参观一下 小猪佩奇 刚才看的企鹅岛 企鹅是生活在那个什么 南极还是北极的动物来着 忘记啊 南极企鹅是吧 企鹅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品种 这种大家认识吗 虽然它盒子上没有写 但是我猜它应该是阿德利企鹅吧 就是跟皮医生是一样的 体型呢 属于中等的企鹅 全身都是黑黑的那一种 然后游泳企鹅 它游泳游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后面呢 是给它的冰山 前面呢 有三只可爱的小企鹅 都坐在这个冰座上 透明的 晶莹剔透的小冰座 可爱的小企鹅 前面给它弄了一个栅栏 你们去看企鹅的时候 可能很多地方 为了让它保温啊 让它很冷 是隔着玻璃看的 很少会有这种 好像也有不少啊 那你们肯定已经看过了 对不对 那这个有 叫什么啊 动物园啊 老觉得像游乐园一样 因为里面有小火车 还带可爱的环形小轨道 现在很多的那个 游乐园啊 动物园都会有小火车 甚至于大家去什么 商场里面 都可以做到那个 就是在商场里面 让小朋友们可以玩的小火车啊 有一些的 还是突马斯主题的 那这一支呢 是小猪佩奇主题的小火车 佩奇和那个小长颈鹿 哎 你们知道这个长颈鹿 叫什么名字吗 相信你们一定知道 它就是可爱的杰拉德 然后这个 它是所有的小猪佩奇 所有小朋友里面 脖子最长的 有一集 他们好像是把球 扔到了树上面 那个小猪佩奇 够不到 大象爱米利 用他的长鼻子去勾 也没有吸下来 最后是里面的 长颈鹿 杰拉德 哎 一顶 就把它给顶起来了 他们还帮那个 豚鼠还是仓鼠 小姐找到了 他的小乌龟 可爱吧 这是我第一次收集到里面 这个非常可爱的 长颈鹿 他坐在小车斗里面 开车的是小猪佩奇 我们最熟悉的 小朋友们也都是最喜欢的 佩奇坐在这样的一个 小火车里面 真的有点坐不稳啊 你说他这个玩具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 设计成电动的那一种 一定是让我们小朋友 用手去 这样子去推 我桌子还特别滑 你看还在掉 对应该给大家铺一个 绿色的那个草皮 可能就更漂亮了 对不对 但是里面的那个 怎么讲 就企鹅嘛 冰天雪地的 还是觉得白色的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些 那里面除了这一个 小企鹅乐园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小鸟龙子 这不是鸟龙子 这是一个蝴蝶龙子 里面画了好多漂亮的小蝴蝶 你们有在动物园 或者是植物园里面 看到蝴蝶吗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然后把它们呢 关在 也不算关在 就是用那个网纱 给单独 隔出来的一个区域 来养这些小 可爱漂亮的小蝴蝶 那我们动物园的园长 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就是狮子先生 大家会分熊狮和瓷狮吗 熊狮会有这个大大的毛在旁边 瓷狮呢 就是没有的 下面穿的这个衣服 像一个那个开火车 卖票的 可能它在那个动物园里面 是带 林阳夫人带他们一起去的动物园 然后参观了这个动物园 然后看了好多的东西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可爱的小企鹅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月月哥哥来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玩具 就是这一套非常可爱的 小猪佩奇的动物园玩具组 那月月哥哥还要继续跟他分享 更多好玩有趣的玩具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啦